干香菇39块8毛一斤 哇好贵哦 就拿一点点就好了哦 为了吃一餐好吃的 还是挺香 可以了没有感觉差不多 不买太多 金针菇 小虾米 这个还能切吗 要多少 我就想要一半就好了 就是小两两的你要十条 但是这条好像 不五嘛我感觉 那就是没两的那么好 这个是多少钱这种 这个跟这个一样二十块 我现在租用什么那么贵了 哦今年贵了 水产区 来买鱼头 看看老板好像 都不在 四块 我以为是红的比较香哪一个比较香 白的吗还是红的 这个最香 这个啊 这个四块五 要一点就可以了 可能也不要多 哇好冷啊下雨了 刚才我们去菜市场里面想买鱼头 然后那个菜市场没有 现在我们又到送发井另外一个菜市场去买鱼头吧 也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对啊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卖 南宁今天降冷了好冷啊 十几度应该 好冷现在又下雨 太多人了都挤了 好奇怪哦我们又来到了这个菜市 鱼头也没有 都没有卖哦 我都怀疑是不是因为天气突然冷 然后很多人吃火锅 不知道 平时很多鱼头卖的呀 我们已经跑了两个菜市场了 超市一般不会有 那个超市都没有卖 嗯 超市一般不会有 那现在怎能够再去别的菜市了 再去看看吧 要不然今天你看其他的配菜我们都买好了 就剩下那个鱼头 对呀 走了 现在我们要去别的菜市了 好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淡春农贸市场 这里肯定会有了 但是就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哦 对 我怕会很贵 下雨才买菜才不方便 地上都吃完了 又冷 刚才出来穿衣服有点薄 越来越大了 对 不然也多 哇好多 但是就不知道什么价格了 嗯 价格 牛头怎么卖 多少钱先 有大有小 这个是大的18块 哇 超大的 这头是14块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也不懂啊 那你撑一下吧 我看一下 这里要干一斤吧 一斤吧 那个也是大头鱼是吗 是啊 这里专卖大头鱼 那就要那个吧 买好了鱼头 一斤八两 花了26块钱 我感觉还挺贵的哦 一斤要14块 这边是一个大的菜市场 所以很多鱼头 就是贵了一点 现在买好了回去了 我们出去买鱼头回来了 衣服裤子的有点湿了 现在外面还下雨呢 不过 这种天气也是非常适合吃这个沙钩鱼头的哦 对啊 对啊 买回来了 马上动手了 来拿来做了 六朵香菇 开水泡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白莲鱼头好腥啊 对啊 土腥味很浓 明明叫老板娘把这个黑磨去了 也都没去干净 鱼头比较大 一斤多感觉也蛮大的哦 对啊 分开好煎的呢 姜 白酒 胡椒粉 好了鱼头放在这里腌制备用 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丰富哦 我感觉哦 对啊 现在有什么 不止这里哦 下面这里还有 你最喜欢吃的这个 腐竹 腐竹 金针菇 白菜 还有猪肉 对啊 还有最主要的这个鱼头 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煎鱼头吧 还有刚刚忘记的这一包 虾皮 对 拿这个来炒 做那个汤哦 嗯 提鲜的嘛 提鲜的 起锅烧油 听说要放点盐 然后再放鱼头进来才不会粘锅 哇 金黄哦 没有红辣椒放了青辣椒 炒香了然后再放五花肉进来 现在放了吗 改会吧 再香 再香一点点 再放 哦还有沙茶酱都忘了 现在放了 对 沙茶酱一大勺 很多朋友都说我放太少了 不舍得放多啊 慢慢吃 嗯 可以了啊 可以了 哇 那个沙茶酱一放进来 很香 很香 嗯 因为我们买不到那个虾仁 放虾皮应该也可以的哦 很一样的味道应该可以了 反正提鲜用的 再放一点 来 要放水了吗 放了 差不多了 放水吧 应该可以了 那香菇水呢 哦 香菇水也放进来吧 那倒进去看下去 因为 这个香菇水应该还是蛮鲜的哦 对啊对啊 现在我们来调料 调味 放一点点食用盐 蚝油 酱油 还有米酒 胡椒粉 现在水开了 然后沙沟呢 有啊 不是在下面吗 有吗 有啊 哪里啊 就这个呀 这个那么深 哎 用得了啊 不是越深越好 抓吗 深等一下放进去 哪里放得了这些东西 我感觉 哪里煲汤啊 差不多 我们今天都忘记说没有沙锅了 一定要沙锅吗 我也不知道 要不用那个吧 一直用那个锅 那现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用那个吧 用那个锅 哈哈 今天光光记得买这些食材 没有沙锅了 我都忘记了 这个应该煲汤呢 现在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锅 代替沙锅了 把汤倒进来 哇塞好鲜哦 这个汤 我们两个都是现在正在学学习做这个沙锅鱼头啊 都不知道哪个步骤对哪个步骤不对 我怎么感觉放了白菜 锅都满了 等一下会缩水的应该没事 哦对放鱼进来吧 失败了 大家看有一边是烂掉的 这边还好 鱼头放进来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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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针菇 西红柿 番茄 要盖起来吗 盖 哇 热气腾腾 看起来还挺美味的哦 感觉 像吗 很不错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 像不像哦 对 看起来可以哦 哇塞 我想喝点汤 砂锅鱼头 可是我们这个是电锅 哈哈 电锅鱼头 我先喝一点汤看看 哇塞 很鲜 超级鲜 真的啊 对 哇真的好好喝 对啊你 光闻这个气气味你闻一下 沙茶味很浓 对啊 再加上这些配菜进去真的好香 嗯 好入味哦 舀饭过来然后淋汤上去 淋到饭里面去再吃 还可以哦 对啊 嗯 这个腹子进来应该很香 很软 很入味的 哇 看起来好 好美味啊 嗯 特别入味 对 一点汤进来 哎 鱼的腥味完全没有了 只剩下鲜味 好鲜的汤哦 对啊 嗯 看这个鱼好不好 今天呢 天气变冷了 刚好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推荐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留言区 教我们怎样做这个 砂锅鱼头 但是 我们没有砂锅 今天 哈哈 本来是有那个砂锅的 我还以为是那种宽 宽口的那种 有种宽的 像这样子宽的 其实我们 今天做这个 不容易啊 哈哈 跑了几个菜市 跑了 三个菜市 一个超市 因为我们这边哦 就是对面那个 村嘛 现在还在风轰里面有个超市 我们本来想去那里买的 以后我们就去邻近的 这些小菜市 结果都没有 没办法 已经买了一些材料 我们只能 跑到远一点的地方 就是 淡春市场 以后 买到了 鱼头 哇 其实 这餐我发现花 花的那个钱啊 比上一次 那个牛肉炒空心菜 花的钱还要多 那个鱼头也挺贵的哦 最主要是鱼头 贵一斤十四块钱 最多的是五花肉吧 五花肉一斤二十块 而且那五花肉 很不好啊 感觉 嗯 一点都不像五花肉 刚才我们放了 一个辣椒 这个汤 还有这些菜 有点微微的辣 我感觉好好吃 我感觉这个分量还挺多的 还有这个辅助 在里面更加好吃 还洗那个汤汁 对 辅助也贵哦 二十块钱一斤 我们刚才去买一片四块钱 对 就是感觉最近的物价还是挺贵的 人民币贬值了 现在七点二了 像那个猪肉啊 都不懂什么时候会降下 猪肉三个月前还是八九块钱一斤 现在二十块 可能涨了很多 很多 前段时间十五六块啊 都觉得贵了 嗯 现在又涨了二十了 对啊 现在更贵 我们买这个说是五花肉二十块 其实根本就不像五花肉 哇 一大块鱼 哇塞 这个鱼头 大 所以用这个汤 连这个饭就这样子吃已经很满足了 我发现很多朋友 在留言区说我们放的那个沙茶酱太少了 是吗 我也觉得有点少了 有时候 可是味道已经 我感觉已经可以了呀 我也不能放多呀 就是慢慢的吃嘛 不舍得放太多 因为我们煮了自己餐以后发现只剩下一半了 对啊 哈哈 留着慢慢吃吧 差不多就可以了 只要那个味道够鲜够甜 是啊 我想起来那个 特别是那个红葱酱 因为我也没听说过 不懂是怎么做来吃的 我拿过来看一下 你想尝试一下哦 看一下上面 上次我们看过那个说明 但是忘了 都是牛头排 好像可以做卤肉饭吧 红葱酱 反正自己说卤肉类都可以 汤类 汤品 米粉青菜 饭面菜 拌的都可以 对或者是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还有 我发现很多朋友不是问我们说 呃这些红葱酱啊还有沙茶酱啊 在淘宝上面买也有 然后我跟表弟昨天晚上我们上淘宝那里去看了一下 有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那个图片啊 上面的那这个 包装我感觉跟从台湾 呃 Emmaking IA从台湾有寄过来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仔细发现跟真的不一样的 我拿这个出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比如这个沙茶酱昨天我看了 这个标啊他们那个厂牌那个标放在这里 还有这个牌子牛头牌放在这边 然后淘宝上面有这个沙茶酱的 是在左边相反的 所以我就觉得是会不会是他里面的就是那些成分不知道不一样 但是很贵哦 这个规格的好像是68还是66 737公克 然后在台湾是卖多少钱 朋友们告诉我一下 然后我在大陆这边看的是66块好像 今晚吃这个沙茶酱鱼头真的好过瘾 这个汤一直想吃一直想吃 对啊这么大一锅都吃了一大半了 盖盖子的时候才能盖不了 现在已经少了一大半了 好了朋友们我们本期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